哈囉 我今天真的是 我跟廖哥都有點拉肚子的情況 廖哥 你說一說 為什麼今天有點緊張 平常我們找客人來 你都很輕鬆 一拍輕鬆 今天打扮得特別的漂亮 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好緊張 我從前幾天就開始緊張 我連他的名字都打錯 緊張到自選錯 糟緊張 那原因是因為 今天的熱大師真的是 已經是TOP了 我覺得這應該是我訪問過裡面最強的 然後就會讓我覺得很緊張 那你把福哥跟聚友放在哪裡 都很強啊 大家都很強 我們如果說要以幾刷幾刷的話 好像是聚友比較厲害 是嗎 聚友他日文版就超過20萬冊 對啊 超驚人 你知道為什麼我故意找他來嗎 就是我想要問他說 到底要怎麼樣把書賣去美國跟日本 然後我那天一狂問他耶 是是是是 我覺得他很好 他在日本很暢銷 他說他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暢銷 他到現在還在謙虛就對了 他是真的不知道 那是我看到他的優點就是說 他的這個經驗 東方人然後在美國繼續進修 然後在那邊工作 然後在那邊職場很融入 還可以向上管理 然後帶團隊這樣子 這個經驗對日本人是有說服力的 哦 原來是這樣 我以為是因為就是他原本 他講的內向啊 跟安靜的這個日本人很吃這一套 我以為是這樣 我覺得也有 我覺得這個因素是堆疊的 然後他的書是已經大賣之後在東京有辦那個付費的讀友會 這個有個小故事耶 你講一下 我為了要知道他到底有多厲害 我就買機票 我有參加 對你有參加 我覺得超驚訝 可是我們講了這麼多 大都還不知道這個隱藏版的大咖是誰 請楊師棒醫生幫我們介紹一下 哈囉 歡迎楊醫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生錄影跟要有一個人的作者 楊師棒 對 那我們今天呢 我要先想想那個楊師棒呢 為什麼呢 我這麼喜歡他 我都叫他Carry王 他Carry我太多太多事情了 像之前呢 我們在Clubhouse那時候不是暢談嗎 他其實都會到我們的場子裡面去到老了 然後呢 我想要問他的就是 為什麼你的問題都可以那麼精準 不管我們今天談的是閱讀 談的是斷舍離 談的是財務 你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要怎麼樣去累積這種 臨時反應嗎 嗯 我覺得因為 我們有一些觀念是 相通的 嗯 我們比較好 台灣人會這樣說 所以你會覺得我問題問的不錯 說不定有人覺得我問的不夠好 我都覺得問太深啦 我就問的很精準 就是問到就是 你會覺得那個問題打中群眾想要知道的 對 如果回這個剛剛Call的問題就是 有時候我們問問題 或是說我們回答別人 有切中人心啊 我覺得很有可能不是靠臨場反應 是這個問題 你之前有深刻的被他傷害過 影響過 你自己有感別人才會有感 對 你自己有一些因應了 然後你已經沉澱過 你有已經沉澱好的想法 所以你可以反射性而說出 你如果問我說 大谷祥品怎麼求答那麼好 我可能就沒有辦法給你 60分的答案我都拿不出來 嗯 那我就會跟你說 我沒辦法 不會啊 你最近大谷祥品的連續三篇 還是四篇文章 都很精彩 分析得很好 他是這樣 那個 剛Call講的是 大谷祥品有一個曼陀羅九宮格 對 那個九宮格 這個是他大概12年前左右 他高一的時候 自己就畫出這個九宮格 他說他想成為八個球團殖民 最想要Pick他的這個 首選的選手 當時的願望就是這樣 對 他要做好哪八件事情 有哪八個次要目標 這個次要目標再延伸出來 就有八個可以做的事情 那其實有一半是跟訓練體格比較有關 那有一半是任何人其實都很受到 譬如說提升運氣 任何一個人他運氣變好 他也是無往不利啊 哇好補充 哪怕是一個賭徒 對 他運氣很好 他都中大獎 對 也又可以爽好幾年嘛 何況是一般人如果運氣不錯 你給我拿招牌 給我加薪 工作機會 演講機會 都是很好的 真的 所以我是探討 大谷如果我們把它分硬性 或比較軟性 比較軟性這些項目我可以談 可是那些什麼訓練體格那個不是我擅長 我就不要勉強跟人家湊熱鬧 對 沒錯 你不是要插揉 我想要補充一點 就是說提升運氣對我來說 有一個最好的方法就是斷舍離 是是這也在大谷其中一個 真的 就是如果你 你加一片混亂 然後你東西非常多 那你抉擇力下降 然後你精神好弱 然後其實我覺得你要運氣多好都很困難 可是當你東西少了 然後你家變 就是變得清爽 你人也開心快樂的 你做什麼事都很順 運氣都會很好 真的 你家裡亂吵 差不多要找什麼就找不到 你就讓它 氣噗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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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告訴大家就是 跟著我們的一日一蛇有好事 為什麼有好事呢 今天我們的洋醫師 帶了非常多禮物來送我們大家 那我們當然也會有回禮 那可不可以請洋醫師介紹一下 你今天帶了什麼呢 好 超棒的 我有帶這個疊疊樂 這沒透過的 焦謀又在的 疊疊樂 沒有玩過的人 一定要玩個幾次 你直接知道這有什麼趣味 疊疊樂其實你把它用人生去想 也很有意思 通常你第一次玩疊疊樂 如果是中學生的年紀 沒有人會引導你說 把這個跟人生來結合 其實你給他想 疊疊的有點像是我們去累積 我們的學歷 不管什麼學歷都好 有的學歷是後來會考證照 我們姑且不論 就是你學歷最基本 小學中學這些先堆疊 再來可能是一些證照考試 然後再來可能是在職場累積力量 你慢慢疊上來 可是你如果中間有一塊 沒有資金錢 沒有資金錢 你可能整個崩掉 對 那這些可能是什麼呢 可能是說你的品德不好 假設你在公司偷一支原子筆 可大可小 那其實這是不好的事情 可小並不是說這是好事 是人家要罰你 可以輕輕的罰你 還是重重的罰你 你比可以貪你50萬廠商關說紅包 你要不要貪 這連很多以前 以前有一些中型醫院的院長 他還是廠商的錢他還敢吃 等到被抓到的時候 你院長就被解職 然後哭哭啼啼說 醫學院沒有教我不能貪污 這是話嗎 你整個都黑幼了 你以前的小學市長講要做什麼 你國中市長講 你高來高 你把自己努力抖一抖 你要做什麼 對 所以很多人 我剛甚至舉到這種院長的例子 連院長他如果好好玩過 也是喋喋樂 他就知道有一塊會讓他 前面幾十塊全都抖去 所以有幾塊我們是 特別要給他掛好的 十堆 對 不可以讓他抓去抖去 你要守住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是很有啟發性的 萬一得到這一盒的家長 你可以在每一塊上面去寫一些明目 跟你家人跟你下一代互動 我覺得是很好的教具 好棒喔 我覺得喋喋樂廠商又可以再出一個新的喋喋樂 對不對 真的 然後我還有帶一個 這個我好想要喔 這個我之前亂買的 可是我覺得這玩起來應該很好玩 量化寬鬆 我說亂買是我很喜歡 我還去跟人家預購喔 我等很久耶 可是我家真的東西太多了啦 這個膠膜都還在 說實在這種帶來節目的 膠膜拆開 我不好意思帶來 對你兩個抱歉 不會啦 所以我還是帶有膠膜 量化寬鬆 也是 喜歡桌遊的朋友應該會很喜歡這一套 哇 我覺得這個我想要 然後我還帶一張這個以前人家送給我 我有兩張的CD啦 我就不要家裡留兩張啦 有一些 你就放著嘛 總是有一張歌你也要聽的嘛 然後我要介紹 有一個財經作家叫黃國華 黃國華非常有才華 黃國華他真的很厲害 我真的是很佩服他 黃國華怎麼厲害呢 我一個好朋友綠角 綠角他出現在我兩本書裡 對 我說他好朋友其實我很少敲他 我跟他見面有時候 一格就三年五年才會見一次面 所以我跟他一個默契就是君子之教淡如水 然後綠角他一開始出書 有一本有黃國華寫推薦序 我有特別反覆去看 真的啊 然後黃國華就看出綠角是一顆寶石 對 他就用這種心境去描述他看到的綠角 然後十幾年下來果不其然啊 人家就大紅大紫 真的 黃國華他出過好幾十本書 我幾乎幾乎是全買 那有的書已經絕版 當初也沒有印很多刷啊 我還花兩三千塊 為了擁有他一本 就是二手拍賣他賣兩三千塊 我就去那裡看那一本而已 我還是把它買下來 然後這一本是有黃國華的簽名 哇 這個有三本 是我去他的木桶書房參加活動 買書買茶葉 我茶葉自己喝要送掉了 他說我還有書 我覺得我自己在那邊藏很多寶 沒什麼意思啊 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後就一起分享這樣 謝謝 超棒的耶 還沒拿完 戴大維醫師 這個 骨質疏鬆 激少症 我們去台南有遇到他 是是是 戴醫師他有一本書 我有寫推薦序 那這本是我沒有寫推薦序 但是我也很推薦 所以我也 真的 他說醫生的脖子轉走去很累 沒有剛拿禮物啦 剛因為要拿禮物的關係 左邊是誰啊 左邊是媽媽桑 媽媽桑今天在旁邊當主持人 你等一下就一直看廖哥 看廖哥就可以 看他們都很貼心耶 是 怕你這樣手太難難了 那廖哥你說一下我們今天送什麼呢 我們今天就非常感謝楊醫師 準備這麼多禮物給我們 然後我們的社團 一日一舍新生活 現在也即將滿22萬人 所以呢 我們要送十本楊斯邦醫生的書 謝謝 然後 三場他的演講門票 三場他的演講門票 所以如果想要抽到這個 趕快去我們的留言 去我們的粉絲專頁留言 那細節是什麼 你來說一看 楊醫師你先講一下 你講二十分鐘演講的 這個獎費要多少呢 因為今年憲哥有邀請一個 斯文的人客的聯合獎座 然後來邀約的時候 那個schedule就排說 二十五分鐘 我印象中那個五分鐘 是給人家一個緩衝 緩衝就是接下一個獎者 有一個苦衷 所以我們主要是準備 二十分鐘的演講內容 然後憲哥準備了四萬塊的演講費 但是我們的默契就是 就是你想要捐哪個單位 你就把它捐掉 我們有一個默契就是大家都會這麼做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 訂毛的一個價格 對 我就把這個梗拿去以後的演講場 就分享給人家聽 我就會先放這個演講的schedule 對 然後四萬塊 因為我直接捐給彰化的賴和文教基金會 所以我就秀出四萬 其實我是秀賴和基金會四萬塊的收據 所以我如果去演講兩小時 我就會跟現場聽眾說 今天的主板單位應該有賺到二十四萬的感覺 然後現場就會很high覺得有賺到 因為有些人說人家吃米不知道米價 事實上很多人聽演講不知道演講價 你如果覺得演講好像 你不知道聽這場演講是很珍貴的話 聽眾他不會那麼珍惜 滑手機睡覺睡給你看還接電話 跑出去尿尿這些 所以我們不得已要做一些定毛的宣傳 然後其實這一場演講我自己很想去 可是我們沒辦法去 是因為剛好我們的大內高手課在那幾天 所以我們把這個機會讓給我們社團的社員 10月12號在台大也是集思會議中心 每一張門票是一千塊 但是你可以聽到二十萬的演講內容 超讚 然後怎麼拿你自己先 你抽到的話你自己先買票 然後當天去之後跟楊思邦醫師合照 就可以過來跟我們領著一千塊的門票錢 超讚 那天好像是有五位獎者 五位不同的獎者 都是以自媒體的延伸各有發揮的人 那我會去講就是自媒體跟媒體怎麼相互為用 因為我剛好訪問一半是自媒體 一半是比較傳統媒體 像我們這一場等一下就是比較傳統的廣播電台要訪問我 所以我剛好今天就是一半一半 我們今天是比較新一點的直播型的 昨天我的小孩子問我說媽媽什麼是廣播 超棒 對什麼就是不一樣 其實因為Podcast可以一直重複聽嘛 廣播是過了就是過了 對 我想要就是討論一下 你們兩位在我的印象中都是非常願意推廣閱讀 跟讀很多書的人 可是我們廖哥的程度還差一截 對 差一截 因為他 那你想把謀人說 沒有 我要講為什麼 就是楊醫師有提到有一本書 那說 評者因為閱讀而負 因為閱讀我們可以成為比較富有豐富人生的人 那負者因為閱讀而貴 我覺得楊醫師就是那個貴 對 那你可不可以再跟我們多解釋一下這個內容呢 對 其實有人會講說 讀多貼到以前拍 說的都很正義 做的都雙天海利 你講慢一點 我覺得真的 你每次聽他講這種 我都覺得好舒服喔 接口的話 就是讀多貼到以前拍 那有些人他是 他書是看很多 可是他不一定會成為 很通勤搭理的人 對 反而是刻薄 然後喜歡吊書袋 喜歡教訓人的人 對 那這種 吊書袋就是要訓業 怎麼訓業 你如果說一個風帝 他就要說一個更長的風帝 他媽媽怎麼樣 對 對 所以書如果讀成這樣 反而被人家討厭 嗯 這就是 如果說在推廣閱讀界 充滿老人為 變這種人 充滿老人為 要講誰嗎 他不一定是老人 他可能是年輕人 老人開 對 這樣也不好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 真的去讀什麼書 你應該是要變成一個 更通勤打理 體貼別人 或給別人下台階 或體諒別人 然後自己犯錯 或勇於道歉 你應該是成為這樣的人 你讀的書才有意義 你讀書 你讀書 讀書 你讀書 那個失去意義 吳念珍導演講過很類似的話 他說所謂的知識分子 是要把知識貢獻給 知識不如你的人 而不是反過來掠奪他們 這句話我11年前的演講 就常常用 拿來自我提醒 所以我們要去反思說 你所謂讀書 有的人說 這個人讀書讀書很高 可是這樣的人 不一定讀書讀書讀書 他可能是 譬如說博士拿到 就再也不看書了 那有的人今天讀書讀書讀書 可是他還是一個很機車的人 還是都會表別人 然後會出賣朋友 那這種人書讀得多 對他有意義嗎 對他害人也許有意義 對其他人大家就會怕 就是說 你這種人 不如不要認識 那廖哥我知道你也就是 很極力著在推廣閱讀跟說書 對 那你可以談談就是說 你怎麼樣去挑選 你喜歡看的書 你比較多於 都是哪一類 因為 那個楊思邦醫師 連繪本都看的人 什麼都看對不對 對 那我是比較 我可能在讀書上有一點偏實 那我知道這樣的讀書 不太好 可是一開始 我想要讀書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我心裡 我有興趣的開始讀書 這樣我看起來可能覺得 比較開心 真的是要這樣 真的 然後 我就讀了這麼多書之後 也就是讀了我這個興趣相關的 比方說我是擅長收納對不對 我就把所有我看到 市面上所有的收納書 幾乎都買回家看 我是用買的 全部買回家看 因為我覺得 我會做筆記 或者是我會折頁 就是我看的書都是爛的 就是這樣 折頁 真的有折頁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是去圖書館借這樣不好 然後我全部都買回來 買回來 你就會發現 你大量的看同一類型的書的時候 你看的速度很快以外 你突然會發現 有一些會講 差不多的事情 那你其實看一下就可以了 可是不一樣的那個 你就要特別注意 就拿出來想 真的是這樣嗎 那他的理論 跟我平常看有什麼差別 這是我讀大量的書的 內容的 差不多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有很大的幫助 不知道楊醫師覺得怎麼樣 廖哥講這段我很認同 其實我小時候 我指的小時候 大概譬如說抓中學時期 那個時候我很愛讀台灣歷史的書 然後我台灣歷史相關書籍 李曉峰教授出了好幾十本 那陳詠欣醫師也有不少相關的作品 他們兩個也是好朋友 他們從大學也是好朋友 我那時候有一個想法就是 蛤 這些事情都給你們說了 不然我如果想要寫一些什麼 我們就沒聽到寫 什麼事件好像都被你們講完了 我就有那種感覺跟那種恐慌 因為我那時候 當然你看一下的書 多少會有自己想寫書的夢想 莫名其妙有一天就覺得 我發現某一個事件 好像沒有一個人 特別把它研究很透徹 譬如說打個比方 譬如說杜聰明講學金 這六個字 我知道 你寫很多 對 台灣沒有第二個人挖那麼深 那我怎麼確定我挖很深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挖那麼深 卻自以為挖很深 這個就達克效應 這變成小生氣了 自我感覺良好 那我怎麼確定我挖得夠深 因為我在杜聰明講學金的官網上面 能找到的最早的得獎者 大約是1970年代80年代 然後我自己考證到195幾年 第一屆的得主 這麼早 我考證到第一屆 等於在一個紙張上有記錄這樣 在別的書冊裡面 然後我把它整理出來 我把基金會網站上 沒有出現的前19屆的名單 完整還原 可是這是我看了很多書 我才一個一個把它建立出來的 我意外發現說我對某個議題 居然挖得還算深 更神奇在後面 那個195幾年的得獎者 大概是1954年是第一屆 結果那個人還活著 現在90幾歲 然後他知道我的考證過程 他很感動 他住加拿大 還從加拿大透過一個中研院院士 寄兩瓶加拿大楓葉糖漿給我 哇塞 我都捨不得喝耶 這是第一屆得主的糖漿 所以我到那個時間點 我就對自己這個議題上的耕耘 就很有把握 所以自己也更有方向說 其實並不可以以為說某一個議題 都被人家挖完了啦 我甚至打一個比較通俗的比方啦 譬如說最近這幾天很多人都看了 大谷祥品的九宮格嘛 曼陀羅九宮格 可是啊其實還沒有人把每一格 都把大谷的想法 把它還原原始的想法 啊找不到啦 不然加完整的資料 因為就算其中一格的那個閱讀 我早半天也才找到一篇 台灣一個作家叫米果 他的一篇文章有提到閱讀 可是其他還有很多格啊 我們不要以為說 我們看到那個的中文字 我們理解了 可是真正有價值的是 大谷怎麼想的 對 他背後的原因 所以你要日文很好 那我們這邊要不要說一下 你最近有個創舉 你竟然要去日本跟哪些人演講了 真的太令人羡慕了 這個Course還很會做球 我臉書都還沒有公布 就是我莫名其妙 因為我最近接到的演講邀威 我比較喜歡去接過去沒有挑戰過的 譬如說我沒有去過的國家 譬如說在台灣是我沒有去過的場地 或是人數又是一個新高 這樣對我挑戰才有意思嘛 所以有一些比較偏遠的學校啊 那個老師當然也人都很好 他邀我去他們班上跟20個人演講 可是我一份時間如果可以跟500人演講 我去跟你演講20人 我是損失480個人接觸的機會 但是我也怕這個老師受傷啦 所以我就徵求他的同意 即10本書捐給他們班級圖書館 或是學校圖書館 好會做人喔 學起來 我後來學到了 因為以前也不太會處理這種事情 好像就冒冒的把人家拒絕 然後人家可能就很受傷 我們就把它變成一個多贏的局面 對 我相信他這10本書也會好好的利用 大概是這樣 沒有你還沒有講你要去日本的哪裡 對不起 我還球沒有球已經送到面前喔 Kone超厲害 Kone他就問我說為什麼有接到日本的演講 這個就是那個邀約信就來了嘛 我看一看哇是嚇一大跳 就是聽眾都是醫生 然後我可以講英文 然後有翻譯 然後我覺得這挑戰蠻大的啊 就是第一個是有出國 對方是offer機票獎費跟飯店 哇很棒耶 但是如果我讓人家出機票錢的話 我就有機會就是 我前面後面自己就不要排旅遊行程 我把它單純化 人家付錢是請我去演講 不是請我去玩的 我要去玩改天再去 我比較沒有辦法同一個行程 又玩又演講 我通常就是專心做一件事而已 所以你要出國比賽啊 出國比賽 才從美國回來對不對 我是唯一台灣代表 其他全部都日本人 超厲害的 講英文這樣子 我們許願一下 我也要許願 我也要去日本 張靖仁也有去日本 所以我覺得是張靖仁帶給我的好運 因為他在日本的讀委會 我自己就買票 然後去東京參加嘛 對 然後我去看了我是不是就有信心 我就覺得你大概這樣是可以 不會可以問張靖仁 對 如果我沒有去我可能就很怕嘛 可能怕到就是那個姓假裝沒看到 還是把人拒絕 嗯 所以有時候我們自己其實有跨出第一步 所以你去GIL的那一場之後 你是內心許願說我也要去日本這樣 我當然超想的啊 對啊 我有機會這樣 運氣傳給我 我也要去日本 對 對 我廖哥剛剛點一個想到我們小時候家裡餐桌啊 有時候親戚很多嘛 就是因為兩邊阿公阿嬤都生四個五個以上 有時候親戚啊難免有一些立場不一樣會玩假嘛 他們有時候吵架吵到沒話吵會說什麼呢 你那邊阿公怎麼沒人請你去演講 以前喔 以前應該怎麼跟他說 親家兩個互嗆 大人互嗆啦 然後我那時候小時候不太懂嘛 我就catch到一個觀念就是 我如果很會說的人就會請你去演講 好可愛 基本沒那麼會說的人就不會請你去演講 那後來呢當然就隨著歷練啊 這兩個吵架的人 他們也都有受演講要約的經驗了 你的親戚都這麼厲害 所以他們吵架就要提升自己的 對罵的台階 他就會說 你怎麼跟我說 米講怎麼那邊沒請你去講 就類似這樣 然後我把這一段啊 在美國演講的時候講出來 哇那些同鄉都笑倒了 可能在每一家餐桌上都出現過類似這種互嗆 對 我要講一下就是那個 楊醫師進步的遠動力 好像都是從互嗆這件事情 想要嗆引別人開始 那楊醫師你分享一下 為什麼你台語這麼棒好嗎 就是在 因為我七月去美國講了五場 對我有看到你的行程 我飛機坐了八趟 我真的是黑咪倒火的 其實我出發前最怕的 不是怕演講怎麼樣 因為演講說真的 我們已經千錘百練了 我最怕是坐飛機 坐飛機也不是怕什麼不安全 因為飛安其實是很安全 怕掉行李 我掉行李會很麻煩 所以我盡量都把行李都分散 我不要說一個卡榜沒去 我就沒有生活機能就有問題這樣 那還好真的都一切都平安 很感謝老天 我飛機坐八趟講五場 然後過程中非常非常的疲倦 然後每次很累的時候就做SPA 然後來恢復自己的體能 還有叫UberEats 對UberEats我也叫過就是來一桶的螃蟹 然後自己就在飯店裡面吃得很高興 對 然後有一次有一個晚上我真的是累過頭 就比較自閉一點 真的是上帝顯靈 我高中同學就在附近 怎麼有這種美國 而且他是我們班班長 我是風紀股長 那時候我很氣他 因為我是被他認命的 我想說你沒差我還洗乾 然後人家認命了你就有那個責任 趕快把它做好 對 所以後來人家問我說 你是不是那間學校畢業的 我有時候就會加一句說 我不只是那間畢業的 我還是當幹部 所以你同學就在附近 他就在附近 然後他不只這樣 他還開幾個小時的車 把我載去當地吃米其林一星 就我們兩個 而且他結帳的時候我有偷看 就是換算台幣要五位數 兩個人吃五位數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你要加一加就多 你加很多 所以你已經去了日本 又去美國 日本是11月 先去美國 然後接下來又要去日本演講 對 超厲害 剛剛楊世邦我就說 你的台語怎麼那麼六 對不起 我再把球再打回去給你 就是我在美國 每一站都被這樣問 對啊 台語很好 聽說台灣人 他有時候是大概二十幾歲就去美國 對 然後他的接觸的圈子 要嘛講英文 要嘛講台語 他幾十分鐘 沒有聽到從 就比較少 聽到從台灣特別飛過來的講者 對對對 然後好像相對比較有活力 對 的去講一個故事 然後他們就會問Call 剛剛問的問題 然後我 我一開始還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後來統一答案 就是跟我們老婆 我不會跟他修這樣 嗯 我也無法補頭跟他修眉 對 我跟他理論 理論 我要跟他講話 我要站上風 就是我的台語要比他流利 對 而且要make sense 對 我小時候被他用諺語羞辱的時候啊 我根本就是被踮在地上動彈不得 對 有一次他跟阿嬤說 你這樣做 就是拿白人的滾頭部你穿腳踩 嗯 然後我就像被一隻石石子壓在胸口 動彈不得 因為我根本聽不懂那句話什麼意思 對 那時候小朋友怎麼會懂諺語 然後後來就是慢慢去學諺語 我是有 就像廖哥去研究斷舌離或是收納 嗯 我是把那時候買得到諺語的書全買 嗯 所以誰亂寫我也知道 哈哈哈哈 因為同樣一個詞彙的詮釋 總不可能這九個都錯就你一個對嘛 對 類似這樣子 所以我對諺語慢慢自己也挖掘出自己的心得 我就很喜歡用諺語回嗆我媽 好可愛 我就說你們小弟有扔丟不扔丟 頭看心靈要放就 哈哈 然後他就會愣住會覺得好像有道理 因為押韻嘛 對對對 然後所謂的諺語啊 其實他就是已經千錘百戀 才會成為諺語 嗯 所以你講得出來 原汁的還原出來 就會有那個力量 有那個味道 超有意思耶 我前一陣子學到一句 叫做大爪棒無塞 大爪棒無塞 你不要聽過嗎 沒有耶 很簡單對不對 爪你不要聽過嗎 有 棒殺你每天都看 爪是拳還是蛇 蛇 蛇不會大變 爪你聽過對不對 棒殺你每天都看 對 大爪棒無塞不要聽過對不對 對 大爪意思就是說很有錢的人 喔是喔 棒無塞就是他很重生都不要關錢 所以其實這句話是你笑一些 比較重生的好處的人 大爪棒無塞 東華地震火災 人間兩千塊都關不出來笑死人 那是這樣子 剛剛有講到就是親戚之間小疊 然後還有你跟你媽媽小疊 這樣就是你台語進步的原動力 或者是就是去證明說我比你厲害 你不是一直去用很大聲的方式去證明 我就覺得這個真的很厲害 而且也不講髒話 台語如果去講很多髒話臭幹狗 那個其實是不值得鼓勵的文化 那也是這個語言的一部分 可是我們應該把它切出來 就是 我們一個詞會說 雅氣 鴨氣 鴨 文雅的鴨 我們要把這個鴨氣說出來 不要去說不好聽的話 還是說器官 上海路上朋友 這些字都沒辦法說 這張太郎也沒辦法說 我們說的是道理 我要先謝謝楊媽媽 因為那個鴨氣說 讓楊醫師台語那麼好聽 但是我自己要謝謝楊醫師 為什麼呢 就是楊醫師 看楊醫師的書會賺錢 我看了那個人生錄影 我就去買了VT 然後去買了 你現在說的 就是有二十幾趴 二十幾趴 我從八十幾塊錢買到現在已經一百 應該不只二十幾趴啦 這樣比較客氣 沒有 低調一點 然後呢 就是那個 看這個 要有一個人呢 他就說 你有沒有買巴菲特他們公司的股票 如果你跟著買 那時候到現在 初出到現在又賺了多少 那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因為我初出那一年是2020年 對 然後2020年呢 你如果三月那時候買 最低點是 有到一百六 現在是四百多塊 哇 差好多喔 對 所以我要謝謝他 所以我今天就是把那個 賺的一點點錢呢 然後送我們社團的人 可不可以再重複一下 我們這次社團的朋友們呢 可以得到什麼 因為剛剛前面人比較少嘛 對對對 就是我們這一次呢 為了要感謝就是 楊思邦醫師來跟我們一起錄Podcast 然後可以邀請到他 我們就有十本書送給大家 然後另外就是 我們會抽出三張 楊思邦醫師演講的票 所以這真的是很難得 超級棒的禮物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到我們的社團 那社團要留言什麼呢 要有一個人推廣斷舍離 就是廖新雲 你只要打出這一句話呢 你就可以有這個抽獎的資格 然後加上今天楊思邦 一起送來的東西 其實中獎機率應該不低喔 真的耶 楊醫師 你最常整理什麼 好 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回答你 剛才說這個不要看過大爪棒賽就是 有一個第一次去看人家 競標募款活動的人 看到人家在競標畫作 一舉手就喊二十萬 然後誰如果再舉手呢 最至少就是要加一萬 一萬一萬一萬 走到這樣 啊 這樣喔 我月薪那樣讓你那樣化來化去 就是堆疊上去那種感覺 就嚇到沒有看過這種大場面 人家就會笑他 沒見過四面嘛 看過大爪棒賽這樣 然後回過神的時候已經喊到一百萬了 類似這樣子 對對對 這個就讓我想到 你那時候在競標那個腳踏車的那個故事 詳情可以看我們的書裡面是不是有寫 書裡面有全部都有寫 那一段話我也那一段故事真的是很感動 就是楊醫師他很會carry別人 那他carry別人他已經先準備好 我今天一定不會讓這個場子呢 不要讓他忍掉 然後我會把他怎麼吵得很高 我們今天還是要回覆到 就是說書這件事情 剛講說問我說真理什麼 扣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我為什麼說這個問題問得好呢 不是因為有交情故意誇他 因為我常常受訪嘛 那有的問題你會第一次聽到 然後你會有感覺 這就是好問題 因為通常問題會被人家重複問 所以我第一次被人家這樣問 我就會想 我最常整理什麼 我覺得是思緒 很棒耶 第一個是思緒 就是所謂思緒 包括說我某一個還沒有發生的活動 可是我會在現場 我一開始可能很慌亂 不知道從哪裡找手 然後我去整理思緒 哪一個步驟是第一個 哪一件事是第一個 然後絕對不能遺漏哪些事情 哪些事情是必要的 譬如我去美國 很多事情都是要提早準備 我提早好幾個月 就去辦那個快速通關的東西 我那個還要經過面試 所以我要算我第一趟去美國 要在哪個機場 我才會最快完成面試 這個要感謝Betty 我在你也認識的那個Betty 是他有分享 我才意識到這件事很重要 那這個辦通過以後 我連在美國做國內線 都可以走快速通關 就是讓我省了很多事情 你省下來的事情 你才有多餘的力氣 去應付突發狀況 真的出國真的會有很多突發狀況 對 所以整理思緒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再延伸就是 我們整理思緒 也包括整理演講 內容 投影片間的思緒 有時候我們講完 發現別人沒有一下catch 我們不能怪別人笨 你要怪自己講不好 你這樣才會進步 你如果很容易怪別人笨 你就講那麼好 別人聽不懂 那完蛋了 你就很難進步 你永遠都在怪別人 所以我們常常怪自己 你講得夠好 那個現場一定七八成 人都有反應 那沒有到這樣 你就反求租籍 所以我常做這個動作 我從一個故事 下一次的演講 我可能會調整一下 描述的前後次序 我如果覺得 上次的反應不夠好 就是一直修正這樣 對 會修正 那即使不錯 我都還會喜歡換句話說 我就測試看看 有沒有更好的版本 這對我來說 是一個蠻重要的整理 好棒喔 你也可以講講 你每次演講完都說 我覺得我剛剛怎麼樣 然後就叫我們 一定要幫你改一下 要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我每次講完之後 我會 會有一個就是 改一下的點 對 比方說某一張 然後某一個地方的 改一下的點 我就算那也要換一下 就發現 我身邊的這些大師們 都很會再去檢討一下 自己剛剛的事後覆盤 對 我覺得這很好耶 那我在 拉回您的書裡面 在人生露營裡面 你有提到一些親友 是不可以深入交往的 對 那我們要談談怎麼樣去判斷 什麼東西是哪一種人際關係 要斷捨離掉 嗯 那怎麼比 對 有時候啊 我們 假設我們在相處 那我們彼此在彼此的面前都很OK 那當然沒有問題 可是萬一我假設我某一天發現 嗯 扣會 嚴重虐待他的員工 哦 那我就會怕他 說實在我會怕他 可能是喔 他可能真的有虐待我 虐待你吧 然後呢 比如說讓人家成長 然後人家肉體跟心靈 基本上是沒有受傷 這樣OK 嗯 如果超過這個界線 那我覺得就蠻可怕的 對 那因為我身邊真的有 認識的人發生類似的事情 那我會變成說 我也是反求主體 我覺得我交不去你這個朋友 對 所以我慢慢的退出你的人生 我是這樣子 喔 我不是去扁地別人 對 我是反求主體說 你實在太厲害了 我沒辦法 沒辦法像你一樣 對 我想要我了解就是說 其實你好像蠻敏銳去感受到 這個人有沒有負能量 或是PUA你 或是勤勒你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廖哥好像在從事這個整理師的工作之後 越來越熟練 很快速就可以去判斷這件事情 等一下也要請你分享一下 好喔 怎麼樣敏銳的去判斷到說 其實這個人好像 會勒索或是PUA別人 對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一開始也是蠻相對是頓感的 可是吃了幾次虧以後 我才發現說 欸這個人說的怎麼會這樣 就是我沒有欠你了 你夾一塊是你夾幾點的 對 就這種感覺 就是我不用擱你拿拔了 對 我的人名字比你比較看 這是我沒話說而已 對 你這樣夾一塊 然後好像就是 有點站在我頭上講話那種感覺 那就算了嘛 對 那我頂多不理你嘛 對 因為你有可能面臨到 比如說多一些 就是有聲望名望的人 你其實有感覺 以前可能沒那麼多感覺 對 那要跟你分享 等一下再分享一下 好 你說我嗎 對 我覺得你這一兩年 好像就是對於這種客人 對於這種情況 你可以蠻敏銳的去判斷到的 我自己是覺得 除了說話以外 人跟人之間 就有點像 你其實他的能量場 或是他散發出來的感覺 你就是覺得哪裡不對勁 所以要相信你的直覺 你每次跟他講話 你都覺得好疲勞 或者是 你每次跟他相處的時候 你都覺得 就像你說 有可能他情緒勒索你 或者是 你有必要這樣嗎 都說我是有欺負的 是怎樣 然後所以就會覺得 你的直覺會一再地提醒你 只要你覺得不舒服 然後相處起來 讓你覺得就是很害怕 其實這個就要超級注意 我把他講具體一點是這樣 就是我們三個出去吃飯 第四人是 我們三個都比較不熟 我們三個自己比較熟 第四個我們算是 那可能經過其他一些 朋友的口碑 可能約略知道說 他在某個領域 也有他的厲害 我們就是彼此一起破圈 這樣去吃飯 那怎麼觀察說 這個人有可能有問題 有一點可以看 就是說 他對服務人員的勒毛 真的 講超好 會露餡 對會露餡 除非他超會裝 他再會裝過這一關 那也是他到航夠 通常有時候到航 可能八九成的人 這一關會露餡 對 因為我有遇過這樣的 真的 他就是在我面前都很正常 對 在我的長輩面前都很正常 但除了吃飯 也是在很高級的餐廳 他對服務人員 也本性流露了 對 你給人討一部的水 用很沒力氣的口氣 會睡 我懂 我嚇一跳 我想說 你這個人是有那麼冷 我們大家來到這種密西林的地方 你怎麼跟人家說話 待會兒信用卡越是越好的名字 因為那時候我請了吃飯 我想說 你是下我的面子 不是下你自己的面子 你這種朋友 大家二次就可能比較沒機會 又快到面子 很聰明耶 真的很聰明的一個做法 我們常常在平常的過往當中去相處 後來可能我們都會聊說 剛剛他這樣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警惕上面 從這些小事情上面可以去發覺 這個人要不要深交 對不對 那一句比較穩重的就是 我們跟權力不對等的人 是不是並有一樣的禮貌跟應對 有的書上是這樣描述 很棒 沒錯 那我就想到就是那個楊醫師 多照顧我們的事情了 就是這個人就是覺得 真的照顧Carry王耶 他也不是那種很明顯說 我這次給你 你就要下次給我 沒有 你就會覺得說 他好像你曾經 我們在Clubhouse上面聊天 聊得很開心 他之後呢 只要你有在Clubhouse裡面幹嘛 他就會出來幫你站下 問個好問題 然後炒熱場子 我每次都會自己嚇召說 Carry王 Carry王 等一下上來問一下問題 他都會準備好耶 對 像我覺得跟楊醫師相處 就非常的舒服 這時候我們又要再謝謝楊醫師 他在疫情期間知道 道府的案子比較少 還特別怎麼樣 就是還特別 就是為我們安排一個 就是他的家人 然後我們就覺得 哇可以去幫助他們 我覺得好感謝 連生意都會照顧到我們耶 然後你知道他還常常 偷偷帶你的書去美國 或是去吃飯 然後送人家耶 我哭了 這個我就是要跟大家說 我們一定要跟楊師邦醫師 好好的交朋友 像我常常都會私底下問他說 如果我今天去這一局 你建議我怎麼做 會更好 你很會做人 而且你知道有很多人 他的做人 是會讓你覺得太好勒 你反而會很緊張 或是很害怕 可是你是掌握的 讓人家覺得 哇塞 你有把我放在心上 然後又做得很好 這是怎麼拿捏 我覺得好好奇喔 這是跌跌撞撞來的啦 我更年輕的時候 可能Cobby公公就去吃飯嘛 然後可能就 我覺得最早期 可能要拉到20年前 我那時候應該也是空手去 然後說不定還覺得說 自己就是很重要 才被人家這樣邀來 他是邀來的人有面子 然後後來就是 你會透過觀察嘛 你會發現說 有的人怎麼幫所有人 都準備禮物 你就會有問號 你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他們本來就認識 可是你聽他們對話 會發現沒有啊 他有一半的人也是初次見面 然後覺得他不要被人家 白請吃飯 那下次吃飯不知道何時了 他可能抓一個可能比 飯錢多一點 再處理人頭 幫大家準備一個小禮物 那我就覺得 這樣的作風我比較喜歡 然後就跟人家模仿 對 所以我大概 十來年前 有一次被 原神的簡志中社長 那時候我還沒有 在他們家出書 然後他就找一個詩人 李敏勇 然後還有幾個 也是很有分量的長輩 那時候是中秋節前後 就邀在世茂 好像33樓還是35樓 然後那天就是很安靜 我們是好像在包廂裡面 我就幫大家準備月餅 公園嚴苛的 然後我事先問那個 檢社長和秘書說 幾個人會到 我算人頭 每個人都有一個月餅 然後他們那些 老後來就很感動的 就失望喔 不然他在聽他 那我覺得有沒有那麼誇張 就禮善往來而已啊 我也被你們請吃飯 請那麼高級 那是我第一次去 那個世茂聯誼社那個時候 真的我就覺得 在那個世茂醫師的人 跟書裡面 都學到很多東西耶 對 除了賺錢之外 還有學到很多的觀念 廖哥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從這兩本書呢 你最有感觸的章節的部分 我認真覺得 就是每一個章節都很棒 其實你的書要叫我就是說書 我還真的說不出來 因為實在是每一個章節都很厲害 最厲害的是 你用你看過的這麼多的書 跟這麼多的人 就是不一樣 這兩個的主題是不一樣 然後把他們串在一起 其實從頭到尾我只看到一個立他 就是你真的 不管是這一本或這一本都一樣 那內容你們要去買來 我才要告訴你 就是這兩本書 一直在讓我有一個感覺 就是你把所有你身邊的很棒的書 跟很棒的人 透過你的詮釋把它說出來 然後也許我們以前認識這個人 或是說我們看過他的書 可是我們沒有你的角度看的那個細膩 所以其實看你的書的時候 我會覺得有一種感動 而且如果我是那一個人 比如說我是裡面的MJ好了 那我可能會覺得 哇賽 就是 怎麼講呢 你的方式讓我們會覺得 備受尊重 對 這個也是很厲害的 我要講一下就是我要許願 就是什麼時候我們廖哥可以進入 之後那個楊醫師的著作裡 沒有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這些讓我有一個感動的點 其實都不是這個 而是你在講你的父母 其實這個可能只在一個很小的點 可是因為我自己也有家人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說跟父母也是有一些故事 所以我就覺得 哇賽 你真的好孝順 這是讓我覺得最驚訝的 我要把孝換成那個微孝的孝 真的 你真的很孝順 就是即便爸爸媽媽可能生病什麼 其實你很忙 可是你還是花很多時間 帶他們去看醫生 而且每一次我在看你的FB的時候 你會寫很多 不管是你坐計程車 然後你帶他們去看醫生發生的事情 這是讓我覺得 哇賽 你真的觀察力很強耶 這邊我要講一下 我們那個楊醫師的書不是那麼好讀 是因為你讀了一本 兼讀人生錄影之外 就是全部都想給他買回來 你就旁邊就要再讀15本 然後要有一個人更過分 讀了22個人的故事之外 每一個人的故事再多讀5本 也就是你要讀111本之外 我記得裡面還會有一些差題的部分 你不要在想 你要想說這是一生的課題 先稍微知道就好 然後把它放在你一生中 某一天會去讀這樣就好 不要短期的壓力 缺書單呢 就先讀這個要用一個人 就是一個 一本書裡面 然後那個作者再延伸出去 所以其實就像一個樹根這樣 然後就覺得真的很酷 廖哥這個敘述很棒 因為我這個禮拜六日 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累的兩天 我禮拜六啊 我是禮拜五就要先南下 去衛舞營 因為杜聰明基金會董事長 安排我一場演講 就在衛舞營 然後兩天內啊 就報名而滿 好厲害喔 然後這個厲害的 被人家說厲害的原因是 報名還要回答題目 我出十個題目 選擇題 好有趣 好有趣 因為中間甜不爽的人 可能就會退出嘛 所以這個講者是 我討論一下 可能就沒有人報名 我就很有信心說 大家一定會越甜越興奮 這是一種篩選嘛 對 十二個人滿分 好厲害 我嚇到啊 對 那我就對滿分的人要有交代嘛 對 我這十二個人另外在準備禮物 已經寄到他們家了 好快喔 你怎麼Sweet啊 好會錯人喔 而且我還做一件事喔 因為這得獎的人裡面喔 有一半算我認識 所以臉書即時通直接問 可以馬上有答案 另外一半他有email嘛 報名有email 我就用email問 我根據他回信的禮貌程度 在家 決定我寄過去禮物的豐富程度 因為基本上有一本絕版書 這本書的作者也是杜聰明講學金 其中一個得主 你跟我應對進退 你基本禮貌夠的話 那就不只那一本 你如果偷偷了就那一本 我也沒有幫你失禮到 他做人就是很吸引 所以有人收到五本 很棒 我收到一整套 他送我們的書 他人真的超好的 太感動了 那我再想請教一下楊醫師 你怎麼樣去管理你的書 然後那個廖哥等一下分享一下 你怎麼管理你的書 因為他書一定爆多 對你的書到底有多少 我的書真的是算下去 應該是一萬到兩萬這個range裡面 可是我覺得要與時俱進 我們要把斷捨離跟AI都放進來 對 來管理這些書 才科學 所以呢 像我有一些以前的 我們台灣開放這個 黨禁報禁以前 那時候所謂的檔外雜誌 我收集很多 因為我考上医師執照的時候 外公給我十萬塊 那個時候露天拍賣 有人一次是賣一整肉 一整疊的 幾萬塊幾倍做回賣 我十萬花很快 就是全部少下來 十萬很大耶 對當時的十萬很多耶 那時候十萬 那時候十萬的話 台積電可以買兩張 現在對 豆星機 可是你不能這樣算 就是說那個雜誌現在買不到 OK 那個雜誌你要買算的有 整袋的沒有了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這個雜誌如果第一個 掃描建檔 對 那我不用再留紙本 紙本可以就是紙類回子 水銷嘛 那個廖柏最近有示範 對 真的喔 表示我有在看 有在看喔 那水銷建檔嘛 建檔呢我們在從AI 一些AI軟體 為資料給他 他可以幫我們summarize 他可以幫我們掃描出 假設我們要某一段 請他掃出來 也有 關鍵字也有 就可以去做學問了 所以這一整落 可以用數位的方式 斷捨離掉 然後把它有效利用 對 我比較贊成就是 書多的人要走這個路線 真的 對 那至於說 我們最近有一本很夯的書 是我下個月請大家 我指定大家 你寫新的我捐書給丹鳳 我選的書就是把時間買回來 那對我來說呢 我可以買最高級的掃描器 我可以把檔外雜誌裁切去掃 可是 這個動作對現在的我來說 不划算 太累了吧 我可以花錢找人 找別人用 怎麼找你也怕找到一些蘇拉咖 對 亂搞對不對 我們要找好咖嘛 我在蝦皮有找到一個 畢業後第一年的住院醫師 部分科住院醫師 他利用他放假的時候 有在做這件事 真的喔 我看他售價跟那個評價算還不錯 我可能就會找類似這樣的人 OK 蝦皮可以找 真的很不錯耶 就是勞力的部分別人幫你處理就好 對 你的時間更值錢 我們去解讀嘛 對 我們去解讀 好棒 像那個今年我剛說杜聰明基金會董事長 請我去演講 我就覺得很光榮 超光榮 他甚至更重視我是 他們每年都還是會頒獎 就是各醫學院第一名畢業 這個獎項繼續嘛對不對 這個獎項沒有停 已經70年了喔 對 然後他就 這個董事長今年就問我說 這個月問我說 他想要邀請一個人 去跟這些得獎者 small talk一番 他請我推薦人選 其實他請我推薦 我就覺得有夠光榮 對 他信任我嘛 我就跟他說 你沒找太老的 有代勾了嘛 對 他也不知道現在的職業環境什麼 差太遠 對 可是你如果找非杜聰明講學金得主 沒有說服力 沒有說服力啊 這一局都是得主耶 人家有人家的自信啊 人家很臭皮也是演講的啊 那我就說 那你要找一個年輕主治醫師 這個年紀最有說服力 剛剛好我的好朋友的弟弟 就是符合這個角色 OK 所以我不是因為他是我好朋友才介紹 是因為他已經符合了 只是他剛好是我朋友的弟弟 你去邀約又更有把握 我去幫他match起來 對 因為兩邊都信任我嘛 對 我就一個很好的促成這樣 真的很厲害 每一個細節都有照顧到 對 那你的書呢 你的書也是滿滿的喔 我的書 你怎麼控制那個數量 我沒有那麼多 因為你也還有一些方案的公司 就是啦 一點點啦 一點點啦 但是我如果真的算起來 可能兩三百本而已 但是我一段舍離都是五十 就是八十這樣子在斷 所以廖哥你是把它在轉售還是贈售 不是我沒有轉售 因為我覺得轉售沒有什麼意義 然後因為我以前比較窮的時候 我都是去虎尾圖書館 就是所以我很多 我可以在那裡看到新書 而且是免費的 然後我回去就會一直做新制圖 就做成電腦的新制圖 然後再把書還給他 然後後來我賺錢了 有錢了之後 我就開始買很多書嘛 那只要我看完那一本書 我把它寫成新制圖 我不一定要有這本書的時候 我就會再全去圖書館 對 然後所以我就在想 如果這本書在我家之後 我看到很可惜 可是我捐去圖書館 會有像我這樣 可能當時比較貧困 或者是什麼的 他可以因為這樣而 免費看到那一本書 比在我家更值得 其實你說管制這個 就是這個主事者的角色很重要 他如果是勇於認識啊 然後把這些事情制度化的話 就會有更多資源 願意信任他 就湧向他 我曾經 因為我跟丹凤高中特別熟 我知道你說的 所以我就比較放心 長期大量捐書給他們 最近是因為我老家電梯在整修 我比較不方便去老家樓上 再多寄書給他們 等到我電梯修好 我就一匹一匹 你可以找我們去幫忙 可以喔 可以喔 然後 然後我曾經在某一個學校啊 我是試探性的 問那個學校的 負責圖書館的人說 我如果要捐書給你們圖書館的話 你們會怎麼做 他說告訴我 他說他擺在外面的雞子 親切人家 那你剛好把我冷水把我潑醒 對 我也是佩服你 因為你如果騙我說會上架 結果你讓人家拿走 我就會很不高興 對啊 啊你照實跟我講 我就知道你們的流程 對 那比較不符合我的期待 對 我的設想跟廖哥比較像 對 我既然是捐書給圖書館 我希望一本書 是給最大量的這個學校的學子看到 沒錯沒錯 不是去誰家裡 對 這個誰家裡就變他的財產的話 這應該是他去買 對 沒錯沒錯 是所以我們要找到社長的人 對 這可以找上架 發揮他最大的功能 對 而且我真的希望大家還是去買書 就是說如果你有能力的時候 你真是買書 因為你一本書可以得到作者 這麼厲害的就是精華 而且你這是更多作者 沒錯 沒錯 我們時間快差不多 我們今天是不是有準備快問快答呢 好的 那有廖哥來問我們楊醫師 我們有香港的觀眾耶 扣你們魅力怎麼這麼大 我會講一點香港話 好 送給香港的朋友 好帥喔 我聽不懂的太厲害 我們下次去香港一起去可以嗎 我會被拘留啦 對你現在到底能不能去香港 我覺得不好啦 我覺得害到別人 那我們來快問快答 好 因為楊醫師等一下還有行程 好 你認為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 我嗎 對 我覺得要先善待自己 這真的很重要 你沒有善待自己 你沒有多餘的能量去照顧別人 對 自己就垮掉了 如果可以丟掉一個習慣 你會想要選擇哪一個習慣 囤怒 但是我有慢慢在擺脫這個習慣 我真的覺得你還好 我覺得你只是輸比較多耶 其他東西好像沒有很多啊 其他其實 你的口口也是不少啊 對 而且淹水把你們加很多東西 我說實話 你真的 替我解決問題 不是 淹水是一個很衰的事對不對 對 可是你換一個角度想 淹水活摘都是好事 解決事情 幫你把很多不需要直接消滅掉 不要出人命的前提 解決事情 真的 好 那你最希望保留的人生經驗是什麼 經驗 我覺得當然是演講經驗 真的耶 很棒 就是有好的演講經驗 才會知道如何更好 好 超棒 那整理人生的第一步應該是什麼 你覺得 第一步是整理自己的思緒 對 先想人生的終點 先想耶 你可能會怎麼死去 喔 這就是蒙格 就反過來想 是蒙格講過的嘛 所以你如果太清楚 你很多事情你就不會去做 真的 真的 命到一條而已 那再來就是 面對人生的混亂 你會如何重整你的心態 萬一陷入一個混亂的狀態 我們就設想 就是最慘最慘 會慘到什麼狀況 那如果這個慘況 我們就把它條列出來 然後把問題再拆成幾個 可以解決的小問題 突然就覺得沒那麼慘了 對 就覺得不會那麼慘 好 好 就算很慘的人也有解讀的機會 真的耶 就算跟他唱 你拐幾年拐他出來 也是 還可以讓我 對 真的耶 這能幫助你克服困難的信念是什麼 信念就是 社會的進步 相信人會變好 真的人會變好 完食會點頭 真的耶 好棒 那在你的人生中 你有覺得什麼東西 是你應該要斷捨離的 不輸貴的人 真的耶 人比貴更恐怖 真的耶 貴 貴就說三肚子 嚇嚇嚇嚇嚇 嚇一跳就好了 人喔 你如果沒有斷捨離 一直還會害你 對 我跟你說 貴喔 因為我體質比較特殊 貴沒有哪裡恐怖 他沒有身體 他沒辦法怎麼樣 他直接讓你呼 灯呼的名呼滅 或者是站在那裡怕 他沒辦法怎麼樣 是 可是人就是會傷害你 是 所以遇到惡人的話 真的比鬼還不如 真是的 真是的 對 然後 好 OK 那你覺得 什麼是人生中 最值得珍惜的物品 這是一個好問題 對 通常我們會分這個精神層面 對 精神層面 如果我們把這個 譬如說我演講時候的 聽眾的照片 對 然後假設它是在我記憶裡面 我會把它歸類成說 這個對我來說 精神上是很重要的 哇 那我如果把它輸出的話 實體 這個印刷成冊 我這兩個東西 是看成同一個東西 就是你 你專注的神情 對我意義很重要 真的 表示我詮釋那段內容 跟你是有共鳴的 那就是 我們是互相加油 對 表面上好像我感動你 其實你也感動我 真的耶 身為講者的話 我是屬於人來風的類型 台下的反應越大 我講的越好 我也是 但如果他們比方說像高中生 或什麼 在那裡大學生那滑手機 我都覺得好難過 可以看我嗎 如果人生像整理一個房間 那你覺得哪一個區域 是最難整理的 人生的話 其實就是你最不想面對 你最想逃避的那個區域 就最難整理嘛 對 沒錯 你敢面對都很簡單嘛 對 敢面對開始收拾都簡單 對 有沒有哪一個斷捨離的瞬間 會讓你感受到人生的明確方向 譬如說你 你猶豫了一陣子嘛 對 你終於封鎖了一個討厭的人 對 不用再看這些人 我的好事也不用給你知道 很鬆看 你會封鎖別人 會啊 因為有的真的太無理啦 對 有的太冒犯了 對 太冒犯了 對 太冒犯了 有的譬如說是實體活動 認識 譬如說大我十幾歲的老大姐這種的 實體很正常喔 然後在私訊的時候啊 好像想要騷擾我那種感覺 我覺得我以前很噁心耶 你這樣怎麼台高啊 有大師兄也有這種 有遇到人家一直打電話給他 對 一直打一直打 其實這種男生女生都有啦 不是特指什麼性別啦 那我會覺得他騷擾到我的生活了 他踩線了 對 連我老媽都不能這樣吵我 你憑什麼可以 我就把你再見了 有些人不分那個時間 就一直敲 一直傳訊息 半年給你打電話幹嘛的 或者是你沒有回 他好像還會生氣 還要追著你要答案 所以你其實不會被粉絲於取 不可能 喔 很棒 不可能 就是你界線很明顯 對 他踩線 人家說要給人兩次機會啦 我們看人啦 你哪比較可愛 可能有兩次機會 哈哈 你也沒有那麼可愛 可能就一次機會 我們兩個機會超級多 我們很可愛 我不會騷擾你 你放心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知道 楊醫師等一下有行程 還有一場也是受訪的行程 我要帶著廖哥的書去 跟主持人介紹 非常謝謝大家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買 楊醫師的這兩本書 一個是人生錄影 一個是要有一個人 然後另外就是如果你想要參加我們的抽書活動 或者是得到楊醫師的禮物 還有門票的話 一定要到我們社團去留言 對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楊醫師 這麼厲害的人物可以來參加我們的Podcast 太客氣了 我們都怕我們層次太低問不出好問題 我真的壓力大到都沒這麼沒睡耶 然後結果今天好像聊起來也是蠻開心的 然後就是非常非常謝謝 然後也希望這一集呢 對大家來說一定都很有幫助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出去 那今天我們節目就到此 謝謝楊醫師 謝謝廖哥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謝謝